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书哥 今天我们来到了台中七奇的豪宅区 来体验Range Rover里面最旗舰的车型 也就是最新的Range Rover SD 它车型编程总共有三种 其中包含了这一台短轴的五轮座的车型 当然这个车色搭配黑色车顶 它是所谓的运动套件的设计 它的售价是845万 比起了去年12月的预售价来的划算许多 后方这一台则是有质感套件加上长轴 以及它有后座四人座的Cinex Switch 也就是最顶级的 它的身价则是来到了1015万3600元 也是目前Range Rover里面的旗舰之王 据车价来到1015万3600元 最顶级的长轴四人座 包含了原厂这个腰靠 非常顶级的矩针性的面料 而且也有腿靠的设计 13寸的萤幕非常的顶级 不过它一样是能够透过HDMI的连接 它并没有联网的功能 但它的大小比起标准版大了不少 它是13寸的 下方也是Meridian的音响配备 同时也有智脚的地方 几乎是躺在后座的感受 这样的感受只有在顶级的兵力 或者是劳斯莱斯能够体会到 但是在这台1015万3600元的SV四座套件 就能够同样的享受 刻着香槟 在中间的桌子这边牵着文件 而且能够透过中间这个8寸的萤幕 调整它的后座萤幕的开关 冰箱的智能还有包含的遮阳颜的设计 谈好生意之后呢 拿起后方的冰箱 标准奴机能够放得下了一罐香槟 这是多么轻易的人生啊 所以呢 根据院长所说 目前这台准车主预定 几乎六成以上 都是选择这台身价超过1000万 最顶级的四人座 同时搭载这个Signature Suite 顶级后座套件车主 它的椅子双前座都有22项的电动调整 同时它也具有热食按摩 电调通风加热 头枕部分的具有喇叭 也有主动降噪的功能 最大的差别质感套件就是呢 它包含的前方这个白档头 这个是非常经典 而且非常独有的白色陶瓷 质感非常非常的棒 它所有的面料包含了顶红的皮革包覆 中控台的皮革包覆 一切都做到的最顶级 前方这13.7寸的数位仪表 它同样具有导航的系统以及车速 还有包含了跟车以及许多的讯息 这解析度有没有达到2K的等级啊 中间这里则是PV Pro的系统13.1寸 它也是曲面的萤幕设计 它Android Auto Apple Carpet全部都有 同时它有原厂的导航 360度的环景水蒸侦测等等都有 其中细节部分 它同样的输入方式也是具有 苍结超熟悉的 以及呢注音符号的输入 完全的台湾本土化了 当然它外观呢也是选择什么 Sorility 就是质感套件 质感套件呢 它的车头一样是有这个横向的水平度 各式条营造了视觉的张力 它头灯科技呢一样是最顶级的 数位式的矩针式的头灯 同时可以遮蔽16个物体 以及照明的长度 照明的远度 达到了500公尺 而它的车尾设计呢 其中最大特点就是这个隐藏式的尾灯 而且呢中间的黑色色条呢 它也很巧妙的把这个序列式的方向灯呢 藏在后头 这可以说呢是世界首创 既然它是最顶级的Range Rover SV 它就连后面的这个车标也非同小可 这个车标本身呢 它是陶瓷手工打造的 上下对开式的我们全部都是电动的 同时呢它后方也支援了第二排 电动放下电动放倒的按键 以及呢当你今天需要提取行李的时候呢 它也是可以透过后方按键来独立控制 后轴的气压悬吊的设计 而这台车辆呢它则是呢 运动套件的搭配 所以呢它是23寸的胎圈组合 而且是这个全地形台 搭配里面相当低调的黑色的卡钳 而车侧的这里呢 其中Range Rover SV 更承携的Range Rover 里面非常经典的 所谓的棋屏搭街的车窗以及车门 一般的车子呢会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水切的设计 但是呢这样的设计呢 在Range Rover上面是不允许的 非常的简化 水切呢藏在里面 还有呢Range Rover里面非常招牌的 这个所谓的伸缩式的门板 平常时候呢 关起来之后呢 它的门板是会往内缩的 加上前面的空力套件的设计 这么大的车 车头这么大的投影面积 但是呢它的风阻系数只有来到了0.30的CD值 可以说是车头霸气 但是却非常会跑 当然身为旗舰就要搭载V8的引擎 今天的三个车型编程 不管是呢长轴短轴五轮或四轮 都是搭载这颗Range Rover里面非常招牌的 4.4的V8双涡轮增压引擎 它具有530匹的马力 以及呢76.5公斤的扭力 它也搭载了Range Rover里面呢 最招牌了Terrain Response 2的全地形的反应 以及ATPC的全地形的控制 这个都在Lange Rover的车型里面呢 可以说是最招牌 但这一台还有更特别的是 它也搭载了所谓Dynamic Response Pro 动态的反应系统 而我们透过车底的画面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所谓的Dynamic Response Pro 动态的反应控制系统 后轴呢这个气压悬吊 能够根据路况来不断的反应 而且呢它有这个所谓的 48V主动式的防晴感设计 而且加上了后轮这里呢 可以做出主动式的后轮主动转向 这个底盘的科技呢 可以说是目前Lange Rover里面 最顶级的设备 果然是千万身价等级的车辆 如果你今天喜欢运动风 有这个黑色车顶的 运动套件的车型 而且呢845万入门车架 就能够享受530G 76.5公斤扭力的快感 同时它的后轴也有主动式的转向 主动式的电子防晴感 而且加上了它的所谓Dynamic Response Pro 动态反应系统 以及越野的ATPC 还有Terrain Response 2 全地形的反应 全地形的控制 就今天最新帮大家介绍 最新的就是Range Rover SE 在台湾正式上市了 其中包含了845万的版本 945万版本 以及呢目前最多人选择了 这个1015万 3600元的 顶级四人座长轴版 非常的高质感 感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